字幕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鄭德倫 歡迎來到每一週的這個德倫學院地產週報 那麼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標題 是从一个小资族 到这个包租工的一个路程 十年内 你怎么样用五十万 滚出三千万资产的 旧乌翻新的投资方式 那么乍听之下呢 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 那么事实上呢 我用一些数据 用一些数字的算法 跟各位分析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在房地产上呢 大展拳脚 成为未来的房地产大分 那么首先呢 我来讲 你要从五十万去滚出三千万的资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用一个金融的杠杆 尤其这样的金融杠杆呢 如果在房地产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呢 在上涨的幅度的时候呢 你适度的大量的去用这个房地产的杠杆 那么你在滚 滚动资产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用列表 用一个数学公式 来跟各位剖析一下 我们在讲 假设呢 你在二零一年 大家回想一下 二零一零年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上一波金融海啸 房地产崩盘 房价跌得最低的时候 那么假设呢 我当我现在假设的这个数据呢 你会听起来有点大 那没关系 它只是一个数据 假设呢 我们这个 那个买房的时候的价格 是这个一千万 所以一千万不是说买一栋房子 因为我说你是杠杆嘛 本来你可以买一栋一百万 可是你把杠杆之后呢 你变成买十栋 所以加起来呢 你总共买了一千万的不动产 那么 头款 那么我们用五%下去计算 那么事实上呢 在政府 给予的最棒的条件 我们叫FHA loan 就是这种 所谓的这个低头款的模式之下呢 甚至我们头款可以放到3.5% 但我今天呢 就不特别去讲 3.5% 我就用5%做一个举例 所以如果你买下一千万的资产 那么你放5%的头款当的话呢 那么 等于说你的头款是放了五十万 对吧 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 怎么样用五十万 去敲动一个三千万资产 运用十年的时间 那么既然呢 买一千万不动产 那么头款你放了五十万 那么贷款的总额呢 就是一千万 减掉五十万 你的贷款总额 等于九百五十万 那么假设呢 我们以现在来讲贷款的年利率呢 是三percent 那么九百五十万的三percent 每年呢 你需要缴出来的这个 利息贷款利息费用 等于九百五十万 乘以三percent 等于二十八万五千块 这是每年 你因为贷款九百五十万 需要缴出二十八万五千 当然你不用害怕说 哇那我又没钱 叫我一下子一年缴二十八万五千 当然不是这样 因为你会有收入嘛 那么假设你买一千万的房地产 它的出租的回报率是年 年回报率是五percent 那么每年的租金收益 等于不动产的价值一千万 乘以年报酬率五percent 那么就等于五十万 对吧 但不要忘了 每年因为呢 你还有什么东西呢 你还有这个房地产税 所以我们先去减一下 每年你的总收益是五十万 那么每年呢 你的贷款的总付额是二十八万五 那么每年呢 你一千万的房地产的地产税是这个 二十一万五千块 地产税是十二万五千块 所以减完之后呢 每年的毛利率呢 基本上是九万 是九万 那么我们 我们首先呢 我事实上做了两个假设 第一个我是说 十年滚三千万 那我们先不要滚十年好了 我们先滚五年好了 那么在五年之后呢 你买了一个一千万的不动产 你贷款九百五十万 那么五年后呢 你的毛利 所以你的收入去减掉 你所有的开销呢 你的毛利 等于四十五万 就是 你花五十万进去 你用杠杆下去做 那么 你把买下的不动产去做出租 那么五年下来之后呢 你将近本金可以double 是赚四十五万 那么 你赚的不是只有这样 对吧 我们在2010年买 那么2015年的时候呢 我这文字上有点打错 2015年的时候呢 假设房价 从2010年到2015年 假设房价 每年增值是五百 每年都增值五百 那么 2015年的时候呢 这房屋的增值会达到多少钱 对等于一开始 你在买的不动产的价值一千万 那么乘以一千万 每年增值五百 再乘以五年 所以在五年之后呢 你这个不动产的价值呢 会上涨到一千两百五十万 一千两百五十万 对吧 那多很多 你增值的部分是两百五十万 对吧 那么 房屋增值的部分呢 增值后价格呢 再加上五年毛利 那么等于一千两百九十万 那多很多 你看一开始你只放五十万而已 那么 所以你在2015年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Cash out 就把这个房子把它Cash out出来 为什么 一开始五年前你是买一千万 现在这整个不动产的价值 加上这五年你赚的这个毛利 全部放到这个不动产里面去呢 你有一千两百九十万 那么一千两百九十万呢 以目前的银行的Cash out的最高比例呢 大概可以Cash out到百分之八十 那么一千两百九十万乘以百十八十 你得 再去减掉什么 你目前假设 你都是还在贷款 你还是贷款九百五十万 那么你手上可以买到多少现金呢 你可以拿到八十六万 那么简单一点讲 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报表 大家在电视 这个YouTube上面看得清不清楚 我就简单讲 等于说 在五年前 201年你买房子一千万 你贷款九百五十万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从这个房子 把它Cash out出来的话 你还可以拿到八十六万的Cash 八十六万的Cash 那八十六万怎么办呢 八十六万 我们再去投入第二轮的这个杠杆 那么因为你又多八十六万对不对 那么八十六万呢 这时候呢 我们假设你是 又是要买下总体不动产的50% 所以八十六万的状况下 你多了八十六万 你把它当成你的头款 这时候你就可以买下 一千七百二十万的不动产 那又是一个五年 从2016年呢 到了2020年 那我直接讲一个结论 我觉得这个数学公司呢 这个 这个从荧幕上看呢 可能是比较 不太容易看得瞬间看得明白 所以呢 经过在五年之后呢 你事实上呢 你可以拿到的金额呢 再过五年 你这个部分又可以拿到一个七十七万四的 这个Cash out出来 可是你想想看 你光这两轮波动 基本上你手上已经握住了一个价值将近逼近三千万资产的这个不动产 当然 这种模式的操作呢 你的负债比也会很高 所以呢 通常这种模式在操作 我们一定要慎选拨段 慎选拨段 例如说 假设你是在上一波金融海啸09年入场 你用这样的拨段的模式 用一个大的金融杠杆去做 那么相信呢 你现在呢 真的是五十万已经滚到 变成一个三千万资产价值 但所谓三千万资产 我在讲的并不是净资产 而是讲的是你的growth 你的总体资产会达到三千万 但是你还是必须减掉你的负债 那时候你的负债呢 大概也是会有这个两千多万 可是这中间呢 大概你已经赚了一个大几百万 可是你不要忘了 十年之内呢 一开始 事实上 你只拿了五十万去做这个生意 那么 当然 绝大部分的人 是很难去体会这样的操作模式 所以 往往我们都只是羡慕别人 例如说 我们常常羡慕别人说 你看开发商多好 他用的都不是自己的钱 他就是空手套白狼 对吧 可是呢 你看我认识的朋友 十年前就还是个穷光蛋 那么搞了开发之后呢 你看十年后之后 人家你看多少商场 多少什么 building都是他的 为什么 那么你想 一开始很多人都是没有那么多的本金的 对吧 为什么 同样的十年 有些人已经可以变成 也难成为一个地产大亨 有些人呢 还在苦巴巴的过日子 或者有些人还在说 你看我五十万 那么我的概念就是 五十万 我找个agent 去帮我买一栋房子 买了一栋房子 你看五十万 那么我一年呢 我可以收这个五趴的这个回报 我一年 这个收五趴 那五十万 你看五趴才多少 才两万五 对吧 这个东西呢 是在金融操作上的概念不同 而越是愿意承担大风险的人 越是有可能成为将来的一个 地产上面的一个枭雄 但是我还是建议各位 当然我今天是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司去算 一般呢 我在课堂上呢 会叫大家买一个 专门在计算这个贷款啊 这个房地产增值方面的这个计算机去算 今天在节目里面呢 我大概只是很Roughly的讲一些概念 包括里面 我并没有在买卖交易过程中的 例如说 所谓的这个增值税 还有在买卖交易过程中的这个 公证费啊 Title费啊 这些费用我都没有去算 我只是大概大概的列出一个概念出来 而且呢 一定是一个原则 在房地产公盘或不明确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这个方式做 这个模式呢 会让你烧得粉身碎骨 除非你觉得每一年的这个收入 在呈现负成长的时候 你都还经得起这种负收入 例如说 你的贷款呢 算下来一年呢 你贷款要付30万 可是呢 一年呢 你的income只能付这个25万 那么你一年要亏损5万 一年亏损5万 等于每个月你要亏损4000多块 那你说没关系吧 我就撑着 反正呢 一般来讲 房地产10年就是一个波段 基本上在10年呢 之内呢 房地产都会往上突破一个层次 那么可是你得撑10年 对吧 那么这个前提是说 你在每年如果呈现负成长的时候 你能够经得起去pay 去付掉这些负成长 那么不管什么时段 你都可以做 那么假设呢 你身上就是这么一笔钱 OK 你呢 也只是一个小资助 靠每个月的打工上班 赚一点钱 所以呢 每个月如果呈现负成长的时候呢 对你的经济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状况之下呢 我就建议你 不要 你一定要选择波段好的时候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我 现在是2020年 那么什么时候是好的波段 当然我知道2020年呢 因为政府的大力做多 很多人都冲下去买房了 当然 这个这一波呢 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呢 的确在中小房价的部分呢 也的确有一波的涨幅 而且目前呢 小房子还是很抢手 对吧 但如果你真正要做投资 我觉得各位 一定要看2021年的几个重大指标 第一个 我们要看疫情 是不是 确实可以控制住 疫苗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抵御住 这一次的世界级的这个灾难 这个是首先重要的 因为你看现在呢 因为疫情又再度徐捐美国 美国很多 这个都市又开始要颁布居家令 这居家令一颁布 经济又陷入停顿 这个整体经济怎么可能会好 不可能会好 对吧 你不可能 光靠政府的长期的这个资助 政府也不可能一直在做这种事 所以我首先的在讲 2021年 你首先看这个疫情 是不是被控制住 第二个 你要看政府 什么时候把这些 对于住宅不动产 或商用不动产 的保护措施拿掉 我们现在知道住宅不动产 如果你没有办法支付房贷 你去申请forbearance 你就可以不用付房贷 而且不用被拍卖 那么你一定要去仔细看 这一道所谓的这个救济方案 到底什么时候停止 这个是非常关键点 非常关键 第三个呢 我觉得如果你投资来讲 你可以看明年的第一季的GDP值 就是整体美国的这个生产毛纹 到底变成怎么样一回事 如果还是持续低迷 甚至下跌 那么我觉得各位 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今天我教各位的这个方法 我刚才讲两个原则 第一 如果你手上的资金没有那么多 那么你一定要选择对的波段 明年呢 我觉得你最少是在春季之后 一切明朗化之后 再去考虑用这样的模式去大力扩张 但是呢 明年有可能是个好时机 如果他如果暴跌 我是说假设他能够暴跌 但我认为政府不会让他暴跌 但是假设如果他可以暴跌 反倒是各位用这种高度财务杠杆 去操作房地产的时候 因为这是十年难得一波的机会 就像我们用历史去看 假设你在当年的2009年 2010年 你就懂得用这种方式操作 那么你想看 你可以赚多少钱 很多朋友在那时候呢 你有谈到甜头 那时候你就说 我就买房子 你看我一百万 我就买三栋小的房子 那么我出租赚点租金 而且你看从2009年到2020年 我当初如果买30万的房子 最少现在都涨到50万以上 甚至又涨到一倍以上 对吧 那么你看我又赚到增值 而且每个月我还赚到一些这个差额 这些income 但是那是你在还没有高度运用杠杆 甚至呢你过去说我有用杠杆啊 我放了40%当 我放了50%当 当然我现在讲的是 你只放5%当的状态之下 你才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杠杆产生的效益 那么至于你要放5%10%15%20%30% 这种金额的多少 涉及到将来你的膨胀系数有多大 但同时也涉及到你所承担的风险有多大 那我们用历史去回顾就很简单 假设20年前你在北京买房 你本来这个100万人民币只能买一套 但是你用杠杆 100万人民币你买了五套 那各位你想20年后你会变什么样子 这是其实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只不过一般人在做这种投资的时候呢 往往没有用最正确的数学计算模式下去算 那我再次强调 今天我在节目讲的 因为碍于节目的这个说明还是比较不方便 我们没有办法去share我们的 这个计算机计算的模式的流程 所以我只是一个概念 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个金融杠杆的魅力 包括大家都想说 开发商为什么能不能赚钱 开发商用的模式跟我现在教各位模式 其实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开发商呢 在做的模式一开始他的启动资金也比较庞大 他整个制作的过程也比较复杂 那么我今天教各位用的这样一个金融杠杆 还必须搭配什么你先不要做开发商 你先做拍卖屋的投资跟旧屋翻新的投资 借由这种方法 那么好有些朋友要问了 那么我如果要用这种方法来做 那我要开始来做这个旧屋翻新 那我用这种杠杆来做 那我怎么做呢 那么有几个问题 很多朋友在问 那我把问题整理一下 那分别回答各位 第一点 好假设 那个政院长你说50万 我连50万都没有嘛 我只有10万 我只有20万 可以啊 我刚才讲是50万滚3000万 那你有10万20万 你不用滚3000万 例如说你滚800万滚1000万对吧 那甚至有些人说 那我真的很没有钱怎么办 好 这时候呢 你就要考虑 就算你有钱或没钱 你要考虑你到底是合资 还是独资 你借由杠杆的模式 那么你又借由这个所谓的 旧屋翻新两种模式搭配 那么首先第一点资金不够 或资金虽然够 我要用独资还是合资 那么因为我遇过的案子很多 教的学生也很多 我发现在合资的部分 最后往往会弄到不欢而散 那么不让他不欢而散的方式什么呢 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花一些钱 不要说两个人自己讲一讲 或三个人朋友讲一讲 就是外面找个会计师 弄个LLC 你这个100万你出30万 你赚30% 他出20万他赚20% 我出多少赚多少% 这个模式不够的 不够的 因为有可能 你用这种高度杠杆配合 这个旧屋翻新 有可能赚很多钱 赚很多钱的时候 大家也会分钱分的不开心 虽然照股份比 但有些人不开心 他为什么 钱你出的多 但是我力量出的多 为什么我就要分那么一点 对吧 所以呢 那么如果万一你真的遇到不好 遇到一个风暴 完了 你又用杠杆下去做 那么你亏损会加大 那么大家也不开心 所以呢在设计合资的模式 你一定要设计 所谓的这个退场机制 就说好 有些人作为说 那我不要了 对吧 你把股份还我 那么我要退场 这个退场机制 到底怎么设计 退场例如说 有个三个股东 其中一个人出了30万 到时候呢 他发现苗头不对 景气不好 他说我要退 那你把30万退给我 那另外两个人不肯嘛 他说 拜托你现在不景气了 所以呢 大家都在这个 这个艰苦受难 你反倒要把你本金 一块钱不少拿回去 那我也不肯啊 那要打折嘛 对吧 那么怎么打折 你这些问题 都不能在将来 发生问题的时候去讲 而是要在一开始的 合资协议书去讲 或者 如果你的资金 大家合资的人 比较多的话 我更会建议各位 你要去成立一个 房地产的投资基金 对吧 那么这个基金呢 必须委托一家专业的管理公司 去帮你处理所有的投资 跟所有的合资的 agreement 这个是更 更正规的一个模式 以后我有机会在节目里面 再去讲说 你怎么样 如果你的钱比较多 股东也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千万也不要用传统的 LLC 你去用一个房地产 共同基金的模式 去投资 那么独资 当然好处是说 你就自己完全掌控 对吧 那么独资的状况之下呢 你就是要考虑到的是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钱 第二个 你自己可不可以 个人去承担这个风险 独资的部分就比较简单 那合资的部分呢 关于怎么去成立 房地产共同基金的部分呢 我以后有空 我在节目里面 再给各位另外讲一堂课 那么第二件事 我要买旧屋翻新 旧屋翻新 那么怎么选房 是一个重点 怎么选房 又涉及到 房屋的估价 各位 你在这里 一定要破除一个迷思 很多人觉得 那么这个房子价值多少 我找apprecer 估价人员 估价公司来估 就是一个答案 就是 例如估价公司来估价 这个房子我要买的 100万 我就认为它是100万 这个观念 非常的不对 不能说全部不对 但非常的不对 为什么 因为呢 在估价公司或估价人员 在做一个房屋的估价的时候呢 其实一般的房子 它就收你一个小几百块 对吧 也不是个大钱 那么他们通常用的模式 我们叫comparison 在我们今天先讲 住在不动产 叫comparison 就是 跟你的要买的房子 类似的房子 在过去三个月之内 成交的三栋房子 他们的均价 拿来作为一个参考 这个叫comparison 那么在comparison里面呢 其实呢 是不容易比出真正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跟你想买的这栋房子 你有可能找到三栋 室内面积一模一样 土地面积一模一样 室内装房格局一模一样 对吧 后面backyard的风景一模一样 有可能吗 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不太可能 所以呢 在你选房子的时候 你包括这个价格 你一定要知道 附近真正好卖的价格 而不是用过去三个月里面 去比出相对 对应的房子的单价 去换穿成你这个房子 不是这样算 所以很多人常会说 你看 附近房价均价呢 一尺是四百 那我现在买的房子两千尺 所以算出来就是八十万 No 不是这样算 你还必须看这个房子 就是看它的condition 这个condition呢 因为不好 它的这个厨房的这个 橱柜carbonate要换 它的这个台面呢 目前用的marble也破裂了 也不好 我也得换 浴缸的部分也烂 窗户也烂 那么你必须把这个房价的部分呢 你在买的时候 你要自己先设定好 装潢将来大概花多少钱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先选完房子 选完房子对吧 选完房子的时候呢 你当然去做一个价格评估 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是什么 非常重要 你要去评估 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potension的 一个改动的过程 那么所谓的改动分两个 一个是小改 就是内部的装潢的改 这第一小改 第二小改是什么 这个内部的格局 是不是能够改 例如说 房子本来只有这个四房二玉 不好用 对吧 那么 我有没有办法 把它改成四房三点五玉 那有些房子可以啊 因为它内部空间大 很多的空间呢 事实上它浪费掉 所以买下一个四房二玉 它可以变成四房三点五玉 这在未来房子本身增值的部分呢 会有很大的加分 所以选房的时候几点 第一点 价格 价格你能不能拿到 你认为合理有办法操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拿下的房子 有没有未来改动的幅度 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小改动 那么大改动就是说 我能不能往后加建 或者呢 房子本来屋顶矮 我能不能往上加高 但是一开始的初学者 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去做加建 甚至有些朋友说 那这边长 我看到一块地好大 那我把它买下来 我后面盖一个独立的独立屋 ADU 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做 而是一开始 你如果刚上手的时候 我建议你不要 因为一旦往外加建的时候呢 光permit速度就非常慢 非常慢 第二呢 它涉及的工程呢 也相对比较复杂 你绝对不要犯一个错误 就整个包给别人 什么都不管 就绝对会做 绝对不是这样子 很多detail你必须take care 所以一开始比较复杂的工程 我建议你不要去碰 那么第三点呢 你要涉及到的是 如何贷款 如何贷款 当然你说 我刚才讲 你可以说我就信心一百万 我就一百万就买一栋 就自己慢慢来搞 可以 但是在遇到景气好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后悔 你巴不得 你去买一栋一百万的房子 你就放五万 放五万 那么原本的一百万 你就会买二十栋 那你想 你本来是一栋一栋在赚 你现在是一口气二十栋在赚 遇到景气好的时候 为什么 刚开始看标题 你会觉得是不可思议 怎么样十年内滚村三千万资产 你都觉得这个 基本上是在一个忽悠吗 就在骗人吗 事实上不是 因为是高度的杠杆 所以 如何贷款 一定要涉及你自己的收入 因为一旦你在使用杠杆的时候 万一 我讲的是万一 你刚好遇到风暴怎么办 那么本来你觉得每年 每个月的收入去减掉支出 你是一个证数 可以拿到多余的钱 现在不仅拿不到多余的钱 而且你还得从口袋里面 掏出腰包 那么你得去衡量 你口袋的腰包 可以support你做多么大的一个杠杆 所以贷款模式的percent 是势在人为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条件 不一而遇 那么再来 一个是如何砍价 今天不管你自己是agent 或者你只是一个投资客 你往往会说 来我找个agent 你去帮我买 帮我买 我想买就来翻新 那么找了agent 他往往找什么 我找这个agent 他帮我买 你看我会买很多洞 我会买很多洞 都来做flip 都来做旧屋翻新 所以买的commission 你退我一半 其实这不对 真正专业的agent 懂得谈判的agent 是不太可能去退你什么commission 因为他们在如何砍价这一块 有他们独到的功夫 例如说 我们代表一个buyer 代表一个flip 想买这个就来翻新的人 那么首先我们去deover的时候 我们会查一下 这个sealer 目前他的贷款 欠了多少 他的贷款急不急 甚至他的房子 是不是准备要被拍卖 第二个 好 我们今天要deover 那deover 当然有学问啊 很多人就找agent agent不是都deover吗 当然不是 尤其当你的offer 是含有贷款的时候 对吧 那么含有贷款的offer 通常有一个保护买主的条款 叫long contingency 就是说 假设在未来的多少天之内 如果贷款不下来 那么这一栋房子是可以不用买 那么sealer 必须无条件的退回给你所有的deposit 那么这时候因为你是贷款 如果你放了这个条件 sealer会怕啊 对吧 你看万一我给你搞21天 21天后你跟我讲不要了 那别的offer反复 我把它reject 那怎么办 所以通常在写这种offer的时候呢 我们会 如果我们的贷款是已经approved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把握的话 那么我们会把long contingency remove掉 就是不要这个保护条款 甚至我们会说 当保护条款到期日之后呢 我的deposit 无条件的直接会给这个所谓的sealer 而不是给esco hold在esco手上 零零种种的 事实上在砍价中呢 事实上这个agent 或者你自己懂不懂谈判 他有很多的零零角角 而绝对不是说 找个agent帮我deoffer 这个agent呢 你就帮我deoffer 而且帮我自己看 你退我一半佣金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砍价的这个流程中呢 你这个砍价的威力呢 也差很多 例如说 他刚上市第一天 你就直接给他一个offer 对吧 那这个sealer 你说他可能刚上市第一天 你给他一个offer 你说你出65万 我就给你60万 他就会给你吗 不会的 他会觉得说 第一天就有人跟我出到full price 我再摆个10天20天 可能有更好的 对吧 可是呢 你又怕他摆的时间长之后 有别的buyer进来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第一天递出一个offer 而且这个offer还有贷款 那么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拿捏住 卖主的真正的心理的这个弱点 你常常把价格谈下来 当然以后我还会陆续跟各位去介绍 特别去找这些已经在平邻要被拍卖的房子的资料 要被拍卖的房子 那么这时候就更好了 你都知道他要被拍卖了 所以呢 你只要在你的financial部分够strong 那么就没有问题 当然你除了走传统贷款 因为如果你用传统贷款的部分呢 那么通常往往要花你3045甚至60天 那么有一些private lender 他甚至可以三天五天就帮你把钱汇过去 直接close 那么你考虑到你将来flip有很大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话呢 事实上这种private lender的部分呢 利息比较高 通常呢 都在6啊7啊8啊9之间 但是呢 未来的利润远大于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使用这种private lender 让你迅速的去close deal 那么再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装修 很多朋友会觉得 这个装修的部分呢 就简单 找一个公司 找三家公司 看谁低就给谁 错 第一个步骤 你真的要做一个称值的这个flipper 救护翻新 首先呢 你一定要自己去量你的室内面积 例如说 你家木头地板面积是1825尺 你家的这个所有的位于的这个磁砖面积是865尺 你家的什么地方面积多少 你家的墙壁油漆是多少 你一定得自己量哦 因为所有的contract 基本上呢 给你的报价的尺寸呢 都是一个很笼统的 而且呢 中间含有非常多的水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一定要自己去选材料 选材料选完之后呢 让你的contract去拿料 但是他来付 你也不要付这个材料钱 一旦你付材料钱 他可能给你的耗损就很高 所以你自己选材料 但是让contract去拿货 而且他们去付材料钱 OK 但是你要指定在哪里拿材料 不然你的材料呢 往往也很容易被做手脚 那么如何装修 当然也是一个大学问 今天呢 时间有限 我也不再多讲 那么再下一点 如何最大效益化的cash out 好了 那么你今天把一个房子买下 你去flip 它不是增值的吗 对吧 增值之后 你可以拿增值的部分cash out 再去搞另外一栋 那么这个我们要做到多大的cash out 因为以目前传统银行最高的cash out的额度 大概在80% 可是private lander 在紧记好的时候 甚至可以给你100%的cash out 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衡量 你在财务杠杆的运作 风险度各方面 你要不要到这么大的脚步去跨过 这个是因人而异 你紧记好 我建议你可以 甚至不要说100% 比较夸张 90%cash out出来 然后再去搞下一栋 所以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今天节目呢 10年有限 我们就讲最后的结论 你要用这种所谓的高度财务杠杆 再搭配旧屋翻新的模式 去创造个人的这个财富 从一个小资族到一个包租工 从一个50万的资金 到10年内滚出3000万的资产 一个原则 你一开始的启动资金一定要是闲置资金 不管一开始你启动资金是10万 20万 30万 50万 这个是投款的部分 我建议你 投款的部分不要用借贷的模式 因为你会压力很大 你投款也借 那么其他部分你也借款 那么你基本上你在做整个操作 你是100%的low 这个对你来讲 你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建议各位在做这两种模式 高度差距杠杆杆结合 借屋翻新的模式状况之下 的投款一开始的资金 一定是要是闲置资金 那么 好 以后有机会 各位可以参加我的实体课程 或者我其他课程 那么我都会在里面呢 detail用整个的数学算法 还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个 房地产贷款工具呢 去教各位detail怎么去计算 你的这个杠杠到底怎么做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告一段落 我是郑德仁 那么我们下周见 谢谢各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